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 就让我们一起享受 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 我是莉雅 愿说一开心呢 跟我们的这个 非职业的演员哈利在一起聊天 哈利刚才就是 在这个进广场之前就问了 就说你要是 要准备再进入到更主流 然后在他们的长篇电影里面去 你要做多少准备 准备需要太多了 最挑战的都是些什么 语言嘛 我觉得就是可能 你去演更多的更加主流 或者说是更多机会的话 可能英文的话那肯定是 毕竟不是在国内嘛 那现在因为短片是 多数都是中国的留学生的一些短片 那中文说的就比较多 那英文来说 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挑战 嗯 那你现在是做了些什么样的练习 对于迎接这个挑战 我第一个是要去上课 我要去上表演课 那表演课的话 都是在好莱坞这边上 都是说英文的 那我想借助这个机会 一个是表演 然后语言 嗯 但就是这个时间的话 我还是拖了蛮久的 就是我大概在一年多前 就一年前就有准备要去上课 但是到现在还没去 哦 于是他都在那个短片拍摄 哈哈哈 家里事情工作啊 什么也挺多 对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话 就是你做充分的准备 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个机会 是正好就被抓住 对不对 嗯 所以呢也是 嗯 就是在体育研的挑战上面 真的是一件大事 因为我 我记得曾经我们也有 嗯 帮助其他的就是亚裔演员 嗯 他们都会去做一些 比如说 嗯 揪着你的发音 对口音啊 但是现在 有些演员有口音 好像也没有太大关系 是不是 是 对对对 但至少就是说你 你可以多一些能力的话 那你的机会更多 那你 比如说 打个比方我英文说的很好 那我去回到去说 有口音的英文 我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让我要去说很流利的 那个英文像 就像美国人那样的话 那 目前我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这个我必须要去训练 嗯 而且是一个比较漫长的 对对对 哎 说起这个真的是痛苦 哈哈哈 因为从小就在学英文 学了几十年还是那样 而且现在还在美国 你还这样 有点说不过去 不用那样负责 对你说你前面这个人也是一样 对对 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在想说 哎 好像是还是一直有口音 很多朋友真的是非常流利的 但是口音是真的 对口音来说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但至少就说你能很好的交流吧 嗯嗯嗯 所以这算是一个挑战 那么还有别的挑战 你觉得是亚裔现在的这个演员在 机会在好莱坞是不是更多了 明显的多了很多 多了很多 包括我刚才说的我前面演的这个短片 虽然是短片 但是也是主流的电影节头的一个片子 嗯嗯 那都是完全亚裔说中 多数是百分之一 超过一半是说中文的这样的一个片子 那他导演呢 导演是亚裔 也是ABC 这边的ABC 他很棒 然后嗯 机会是很多 所以的话我觉得我将我特别想去去为自己争取一些更多的机会 同时然后让更多人能够有共同的目标 然后团结起来去做一些事情 为亚裔的亚太可以再广一点亚太裔这样的一个群体去去做些努力吧 我觉得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做的 就是想做一个这样的电影人的一个组织 嗯 那这样的话你做一个组织 这是一个希望它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因为你毕竟我们是关注在这个独立片 独立片的话那他投入不用很多 但对于电影人来说很大 那那这帮人是最需要帮助的 也是刚起步的这些人有想法有理想的人 嗯 那我们这个非盈利组织就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社会的一些捐助 那不用很多可能你几千他几百 这样可能能让一个有想法的人去拍一部 真正能够让整个美国或者说全世界都能看到听到的一个片子 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嗯 而且特别多亚裔演员也好导演啊 嗯 很有想法就是差钱可能就差个几万块钱 嗯 也就这样就可以拍一个短片 嗯 然后甚至有一些很优秀的导演的话 他把预算压得特别低 也是几千块一两万块钱能拍一个长片 哇哦 就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做 对 都是有可能的就是 但是哪怕是几千块对于一个一个这样的电影人来说 刚起步的电影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 嗯 嗯 所以你在你的圈子里面有很多就是年轻又有才华 但是呢就是没有有点没有办法找到自己出路的人很多 很多很多 你像每一年在学电影的就有很多嘛 那学电影的话他是作为功课 父母或者说怎么样 已经有准备了这个学费 我能拍几个片子 这是他肯定能拍的 那毕业之后那就不能靠父母了是吧 你要去打工也好怎么样 但是你要维持自己生活 然后又要投个几千几万块钱去拍片 那就很难 嗯 那你又马上去进入一个好莱坞的工业体系 或者说是国内的电影体系的话 那你又要摸 摸爬滚打很多年 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就放弃了 嗯 都有 那如果是在他们毕业之后有那么一点小资金给他们去拍片 嗯 那真的是有可能会让很多优秀的人脱颖而出 嗯 很多的就包括是别的亚裔日裔韩裔韩裔也很多 也认识很多 嗯 有韩裔他们是更早 对他们在美国这边学习 然后各方面的题材也拍得也很成功 其实我们他在亚洲来说 真的很成功 而且现在大纳电影节的 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 都是韩国人 所以现在你除了拍戏以外 还希望为电影人 这边的电影人做一些贡献 同时也是为自己 如果大家能片子有更多 更加有意义 而不是单纯是学生的 作品的话 那你就需要这些力量 那我觉得是会得到 大家的支持的 希望你能够做成那件事情 那另外呢 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 还有两分钟左右 那你觉得你在 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就是莫爬滚打了 没有多久 真的是时间短 那么你觉得 还有多大的勇气可以走下去 我觉得能走下去 但是当然能走成什么样 这个我没有去特别的去描绘 这个未来 因为我的话 我觉得有戏演 能演到更多不同的角色 然后演更好的片子 这就是我的一步一步的期待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能 那有没有想跟我们 就是在收听的朋友里面 也许像你一样的 就是想追求一个演员梦想的 而且呢 自己以前可能也不是专业的 那你觉得你要跟他们说 你放手去做吗 我有值得去分享 其实我也在做YouTube嘛 我做YouTube的目的 其实有在想 一个是记录我自己的 然后让看到我的视频的人知道 原来这样一个中年人 也能做成这个事情 那我一定比他做的还好 或者我跟他也差不多 所以你是鼓励的 对我希望是能给大家有一些 希望更多人吧 我一直希望是大家能 更多人去做一些 正面的影响 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是的好 那我们在这呢 也是注意每一个人 相信自己 对不对 勇敢的去做 对勇敢的去做 对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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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哈利说的 他说勇敢去做 我是劝大家要理智 拉一下啊 其实这样挺好的 就对 因为既要鼓励也要自己想清楚 因为毕竟这不是一件 很容易的路 对他是一个非常难的路 好的非常感谢哈利 今天做客节目 我们有机会再接着聊 谢谢利亚 好拜拜 拜拜 你知道吗 我家自己买下太阳了 就不用 感谢感谢感谢 最后是出镜一下啊 谢谢利亚